B站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刘建卿老师 欢迎大家回到犯罪心理学课堂 我们共同来探讨犯罪人的心理事件 近年来新闻媒体当中只要出现一个特定的词 就会强烈地刺激人们的神经 这就是校园暴力 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卢干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 成小村民伶俐 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就是现在所说的超级学霸 1984年 他18岁的时候 顺利地进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就在进入大学的第二年 通过中美物理学支持计划 他被选拔到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 经过六年的辛苦的学习 1991年的10月 他已经通过了博士论文的答辩 可是就在他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的几天 发生了震惊真美的卢干杀人事件 1991年11月1号的那一天 卢干像晚常一样带着一个黑色皮夹来到学校 在物理系大楼里面 正在进行着一场天体物理学的高级研讨会 他来到了二楼 推开教室的门 扫视了一眼坐在前排的专家 静止地走到教室的后排座下 他静静地听了大约五分钟的报告 突然站起身来 呈黑色的皮夹针 拿出了一把手枪 快速地走到教室的前排 对整他的博士训导师 向头部和胸部连开两枪 紧急着他又向旁边的导师助理也开了两枪 枪声响起 两人应声倒下 整个教室里尖叫士气 他冷静地走到第三排 用枪指着他的中国同学桑林华 愤怒地瞪了一眼 然后对着头部胸部开了三枪 瞪时这名同学就倒在了血泊之中 教室里大家都精肯地蜷说着 一动也不敢动 卢干向会场扫视了一眼 没有开枪 也没有说一句威胁的话 走错了教室 他快速地来到三楼 直奔物理系主任的办公室 系主任正在里面 卢干举枪对着他的情胸 就是一枪 在确认系主任已经死亡后 他快速走错办公室 来到了乡邻的行政大楼 他来到三楼 直接走进副校长的办公室 副校长一眼看到他手里拿着的枪 来不及说话 枪声已经响起 副校长顿时倒下 在旁边的副校长秘书 本能的伸手去拿电话 卢干向他开了一枪 他随即也倒下了 卢干在现场看了一下 站在那里好像呆了十几秒钟 之后走错了校长办公室 他来到二楼 突然举枪向着自己的头部开枪 倒在雪波之中 这就是正经真美的 卢干杀人事件 整个事件更造成了六人死亡的惨剧 被害人当中有他的博士生导师 导师助理 来自中国科技大学的留学生 同学山林华 他们都有致命的梁山枪 另外两名被害人是物理系主任和副校长 这好像并不是滥杀无故 而是计划好的枪杀事件 卢干在教学楼和行政楼里 都遇上了不少的人 他没有开枪 也没有任何威胁的举动 唯一一名计划外的被枪击者 是副校长的秘书 因为他本能去拿电话报警 一枪导致了高位瘫痪 他为什么没有随意杀人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和1999年的美国校园枪手哈里斯 有意放走一名 曾经帮助他的同学的情形 有几分的相似 因为他们不是自己仇恨的对象 卢干杀人的动机是什么 看起来就是仇恨杀人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枪杀的直接原因 可能是由于卢干的博士认文 没有获得学校的最高奖学金 而是由他的中国同学 三连华获得了 三连华也因此 获得了在学校 博士后工作站工作的机会 卢干认为 这是三连华 曾经作梗导致的 难道因为奖学金 就大开杀戒 他确实曾经向系主任和学校主管的校长 反映过所谓导师教育公平的问题 但一直没能理会 还有人分析 经过长达六年辛苦学习 即将获得博士学位的卢干 却无法在美国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因而他难以忍受美国社会 对外国留学生的排斥而报复杀人 还有一点比较隐秘的原因 那段时间里 他的女友提出了分手 卢干正面临着亲密关系的上市 但是他没有去报复女友 看来这不是主要的原因 最多只是一个助长的因素 卢干的枪杀对象非常明确 而且多数有致命的几枪 这表现出他有强烈的憎恨 这背后更为重要的 更为核心的心理动因是什么 美国警方结合了卢干在事发前几天 寄完国内的包裹汇款和信件 遗书更有五页 其中四页是英文 一页中文 中文的信是他给国内的二姐的 信征交代了一些事情 和对二姐的感谢 英文信 只称之着对美国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愤怒 从现象上看可以推迟 卢干一直以来偏责的性格 才是这次报复事件的根本原因 他对自己的期望值够高 而对自己促进的不如意 归因于导师和同学的蓄意为难 以及学校管理者的不公平和漠视 认为是他们导致了自己的重大失败 这是他难以接受的现实 面对这样的局面 他觉得自己在美国是彻底的失败 没有了前途 也没有脸面回到国内 这样的人生就是没有了任何的价值 因而他要对美国大学 美国社会充满愤怒 最后进行最彻底的自杀性报复 更进一步来看 这种偏洁性格的核心成分是什么呢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关键的概念 自尊 什么是自尊 自尊就是自我尊重 自己看重自己 是在对自己能力地位价值评价的基础上 形成了一种积极的体验 一个人有了自尊感 才有相应的安全感 归属感和价值感 有自尊的人 不会向别人悲耕取妻 也不会允许别人启示和侮辱自己 但是不恰当的自尊 是自狂 自卑 或虚人心 他们都是伪自尊 或者叫做虚假的自尊 是不其实际的 或者完全依赖于外界的评价而形成的 他们有害于心理健康 对行为也有消极的导向作用 颅干具有自尊吗 表面上他的报复行为 好像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 维护自己的地位和价值 实际上这是虚假的自尊 他把自己的价值 完全建立在外界的评价上 建立在一事一物上 以一件事的不成功 就否定了自己全部的价值 所以当他没有获得 博士论文的奖学金时 就认为自己是一个 完完全全的失败者 一个没有价值的人 并且归因于导师同学的阻拦 或者为难 成而做出极端的报复 这实际上是颅干的自我狂妄 和虚人心作怪 这才是他偏激行为 更为直接的心理动因 这件事情在当时曾经震惊了中美两国 美国有媒体说 这一事件是对美国天体物理学的 正大打击 学校的一个优势专业 立刻就被删除了 这也引起了一场 关于美国教育弊端的讨论 美国那边说 为什么中国学生 有这么恶劣的品情啊 华人这边说 为什么中国学生 到了你们那边 都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对此你怎么来看待 颅干杀人事件 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看 颅干事件是他偏执的观念 虚人心和环境交互作用的场物 这就是心理学当真所说的 合金的思想 就两样的金属融合在一起 很难分辨到底 俗是俗非变成了一个 合成的一个物件 这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 校园暴力的由来 那么一般来说 是什么成长的原因 促成了校园暴力者的出现 校园暴力者大概分为两大类 一类 他们成小到大 本来就是盲横无理的人 是家庭养成的暴力者 另外一类 是被欺凌之后成为的暴力者 是由受害者变成的反抗者 在第一类量当中 他们往往是家庭教育的失败者 我们可以这么说 生养一个孩子 是生物进化的成果 不是个体的能力表现 而教育好一个孩子 才是人类的本事 要养成一个任性的坏孩子 非常人意 你只要对他百依百顺就可以了 每一个儿童实际上都是天生的儿童心理学家 他自然就很会察言观色 正确掌握大人的想法 如果自己的欲望随时都能得到满足 他就不会去听成什么规则 这是人性当中的惰性决定的 一滴清水 滴入一滴脏水 这杯水就脏了 那么为什么一杯清水 都不能清洁一滴脏水呢 这说明了什么 人要学好很难 要克服自己的惰性 但是学坏就很容易 短的时间内就能把一个好孩子变成坏孩子 家庭教养在其中发挥正大的作用 如果教养方式不恰当 就会形成隐患 其中溺爱的方式很危险 任性的儿童 长大就变成了任性 而偏责的青少年 这里尤其要注意 隔代教育当中常见的问题 溺爱 溺爱和超级宝贝 经常的是相伴而来 成小任性 新增只有自己 随时满足自己的需要 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一旦不能满足 变身怨气 甚至仇恨之心 这个时候 对男孩女孩都是一样的 今年来我们也在校园暴力当中 经常能看到一些狂野的女孩 她的行程都是一样的 她们的发展轨迹是 在家里是任性的熊孩子 不孝之子 在学校就是小霸王 校园暴力行为 就是她的习惯性行为 进入社会之后 他们还有可能成为 更加恶劣的犯罪者 正所谓少臣若天性 习惯成智狼 贯子如沙子 因此 对孩子撕担的惩戒 也是必要的 正所谓 假储恶物 收其威也 通常来讲 就教编 那些 惩罚的东西 是有它的作用的 实际上 人的良心 也正是这样 才建立起来的 通过惩罚的方式 建立起了 人的悲悯之心 人的道德感 第二种 有害的教育方式是 家长的独断专行 有的家长相信 棍棒下面出孝子 一打就听话了 结果大多数出的 都是逆子 因为这些被打的人 获得了痛苦的体验 和错误的施暴方式 他们把暴力 当成了直接解决问题的 有效方式了 在家里 家长打我 我服了 我到学校 到社会 我就打别人 很有效 到了学校 遇到不顺承自己的 或者自己看不惯的 他自然就撑到了 小霸王 欺凌者 另外一类校园暴力者 是对欺凌的反抗和报复 是由受害者变成暴力者的 一般而言 校园暴力者 都有共同的经历 他们有强烈的挫败感 和心理创伤 那么这种挫败感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学习的失败感 越轨的暴力青少年 往往是从学习失败开始的 而实际上 学习不好 本身并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因为知识能力的培养 有很多的机会和方法来弥补 况且了 人生的道路有很多 条条道路吞罗马嘛 但是 如果因为学习不好 老师家长啊 就全面去否定孩子 排斥孩子 这种标签的污名效应 才是真正的危害守在 这样会导致孩子的自我否定 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那么他们就有可能自暴自弃 这样慢慢的就出现了 情绪问题 观念问题 人格偏差 这才是越轨犯罪的前奏 校园暴力 这是其中之一的体现 同时 他还会导致人际的孤立 亲人没有人理解 同学都远远的躲着他们 他就很有可能离家出走 之后又更加孤立无援 他们加入不良团伙的可能性 就大大增加 这样来获得一种 所谓的安全感 归宿感 而在不良的团伙当中 又认同了暴力解决问题的方式 渐渐的就仇视他人 仇视社会 认为他人才是自己挫败和痛苦的来源 如果他把不怕死的亡命图 看作是英雄 如果此时他遇到了同样境遇的同伴 他们就很可能继承同盟 共同到学校去报复 这样一来可以保护自己不再受到伤害 二来了 诚心树立自己首位的地位和尊严 正首位 彭生麻正不服自责 白沙再孽 鱼之俱黑 俗话说 跟着密封 就能找到花粉 跟着苍蝇 就会找到厕所 第三点更为普遍的原因是 他们在学校持续受到了欺凌 他们的愤怒不断的接累 难以忍受 难以消减 甚至造成了心理创伤 这个时候 校园暴力就成为了压力施放的直接途径 变成了一阵大阶段发生的事件 我们来看一个发生在美国的校园枪击案件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一名行义学生 叫赵承熙 他成小随父母移民到美国上学 因为亚裔的口音 内向的性格和矮小的身材 经常受到白人同学持续不断的羞辱和欺凌 23岁的他出现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他在大学三年级时感到无法忍受痛苦难当 他在半年之前就开始准备报复他们 他首先在网上购买了两支大杀伤力的手枪 其中一支就是奥地利产的格鲁克 在CLS游戏里面外号是匪装 什么意思啊 土匪专用的手枪 因为它违力很大 设计很精准 他在案发前就在荒野外进行了很多次的射击练习 2007年4月16号的上午 他深背着一个背包来到了学校 背包很沉的样子 因为里面装着两把手枪和一百多发子弹 还有一条铁链 一场校园的枪杀已经临近 他走进了莫里斯教学楼后 用铁链把门收拾 来到二楼的教室 他推开一间教室门 教授正在上课 那位教授感觉他影响了他上课 本想责问他 电影一看 他手里拿着枪 还没来得及反应 枪声已经响起 由于哥鲁克手枪使用的是9毫米口径子弹 杀伤力很大 教授的血喷射在身后的墙上 顿时教师里尖叫士气 赵生锡转身吊斩枪口 对整教室里的同学愤怒的设计 在教室的封闭空间里 哪一声枪声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个生命的失去 看到教室里的人都倒在了地上 他走出教室来到隔壁的教室 隔壁的教室也正在上课 听到剧烈的枪声距离很近 一开始大家都全说着不敢动 也有躲在桌子下面的 教室里面有一个中国去的女访问学者 中国的学生学习一般都比较硬工 她在前排位置 当枪声停下来的时候 她转着档子去开门 看看是什么情况 一开门看到一个人正在推门 手里拿着枪 拭目对视 她第一眼就看到对方愤怒的眼神 这名女学者本能得用力关门 其他同学也赶来全力的推顶着 大家这个时候都担心着 枪手会不会下门开枪 但奇怪的是没有开枪 枪手仿佛迟拟了一下 转身向其他教室方向走去 大家想一想 枪手能用手枪打开门吗 完全可以 因为她手里的枪威力很大 一枪就能把门打破 但是她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后来推断 是一张亚洲人的面孔 保护了一教室十多人的命 然后枪声又响起 每一枪声都意味着一个人的死亡 在十分钟左右的时间里 赵承熙一共疯狂的射击了 一百七十把子弹 最后在警察撑入教学楼前 赵承熙开枪自杀 这就是福吉尼亚里庚大学 校园枪击事件 江上在来学校之前 赵承熙在学生宿舍枪杀的两人 更造成了33人死亡29人受伤 62人的伤亡 这也是目前美国校园枪击事件当中 死亡人数最高的记录 长时间以来 赵承熙遭受白人同学的欺礼 有身体的暴力 也有语言上的暴力 导致了严正的心理创伤 在枪杀事件的半年前 他就已经患上了恐惧症 看过心理医生 患上这种精神疾病的人 不仅是一般的 想起某一件恐怖的事件 感到很害怕 还有持续不断的惊恐发作 就是突然会发作 仿佛感觉到 即将面临死亡一样的恐怖 这如何了得 要么是自己消失 要么是让恐惧的来源消失 那就是自杀性报复 实际上学校早已经知道 赵承熙的心理问题 和流露出的一些危险的信号 就是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比如赵承熙选修过一门文学课 他的剧本作品描写了一个少年复仇的故事 其中详尽地描写了一个血腥的屠杀过程 他在课堂上宣读时 让同学们都听得胆战心境 后背发凉 下一次上课的时候 原来班上三十多个同学 只来了一半 老师找到那些没有来上课的同学问 是什么情况啊 那些学生开玩笑说 赵承熙的剧本让他们害怕 那是一个将来某一天 可能会拿起枪来向同学开火的家伙 没想到一语成诚 同学的一句戏言 建成了现实 而他的家人忙于生计 忽视了他在大学期间多年来的内心痛苦 大家都不知道 在美国这种文化启示和欺凌的环境中 一个本来内向胆小的青春少年 已经变成了狂暴的校园枪手 一个走向自我毁灭道路的狂图 枪击发生当天 赵承熙的母亲在惶恐之争 还是等来了噩耗 当警察来到他家里 他稀释底里的问警察 我的儿子是不是已经死了 警察回答道 是的 而且枪手就是你的儿子 赵承熙的母亲 紧着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时就昏死了过去 赵承熙在事发前几天 写下了1800字的宣言书 和录好的光盘 一起寄到报社 以过去时的时态 表达了对美国欲望膨胀 和整族歧视文化的仇恨 并向他自己成败的 所谓两名勇士致敬 一是1999年 科罗拉多征学的校园枪手哈里斯 二是持续18年之久 投犯邮件炸弹的卡钦斯基 宣言书上为什么用过去史 因为他知道当大家看到这份宣言书时 他早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这就是校园欺凌造成的心理创伤和仇恨 加上美国泛滥的枪支暴力文化 导致了当今美国 瑞士的惨案一次又一次的上演 校园的欺凌者就是他仇恨的对象 便慢慢的泛化到 对美国文化 大学校园的愤怒 这种严正的心理创伤 正是校园仇恨 校园暴力发生的直接的原因 那么我们如何来预防校园暴力呢 在家庭教育中 要有科学的教养方式 以真正的爱来培养他 不要造就任性骄狂的熊孩子 同时也要磨练千少年的坚强意志 因为在温食里是长不成参天大树的 学校要防止学生心理上的正大的挫败感 而同伴的欺凌 家长和老师要特别注意 青少年已经发出的危险的信号 尤其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他们加入不良团伙 这是不良行为的表现 第二 他们有持续的冒险行为 比如在个人作品 热记 日常言行和网络社交平台上 表现出来的寻求刺激 叛逆和反社会行为 这实际上表达的是什么呢 是明确的攻击的意向 他想这么做了 第三 他们特别关注 校园暴力相关的这些事件 这是在干什么 这是在寻找模仿的对象 第四 暴力的准备 比如说 正在准备暴力计划 获得武器 爆炸物等 无论是接门式的 还是毒栏式的暴力 这些都是最紧迫的危险信号 从根本上来说 校园暴力风险的干预 包括 让家庭要成为青少年成长当真 最重要的精神感望 让他感觉到有安全感 有心理上的寄托 在学校里 让他们有亲密的好伙伴 这被认为是重要的保护因子 学校要特别关注 青少年成长当真的非治理因素 比如说 积极的情感 意志品质 是尤其重要的 当发现危险信号的时候 要及时地进行心理辅导 疏导 必要时 少年失望 要提前的介入 也就是说 当青少年 已经发出暴力的危险信号时 家长老师们 一定要注意到 并及时地采取 适当的干预措施 如果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校园暴力的受害者 怎么办 首先自己要有足够的意识 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原正性 自己可以和家长 和老师去交流 分析这个暴力产生的原因 是自己这方面 有原因还是单纯的是 撕害者方面的一种欺凌 那么吃蛋的时候 也要接受一种心理辅导 或者在少年司法的保护下 是自己不要变成了一个加害者 大家在成长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过 欺凌事件 有没有遇到过校园暴力 我们可以结合留言区的观点 我们来对一些校园暴力事件 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和探讨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